又來到了星期五的聊體談時間 今天加入我們的同樣是資深的體育主播亞里哥 主委好 大家好 好 亞里哥我們其實剛好今幾天還在講說 該不會這禮拜又有大股祥品的新聞吧 沒有想到大家原本以為說是在首爾之戰的新聞 但是竟然是他身邊的人出事了 我們說的就是水源一瓶他的隨身翻譯 現在傳出他牽涉到了這個賭博的風波 甚至還欠錢 傳出說他竊取大股至少是450萬美元 而且錢是從大股的戶頭裡頭轉出來的 他會不會受到波及呢 但大家非常關心 還有其實包括現在水源一瓶也被到齊隊開除了 因為在NLB裡頭是禁止牽賭棒球的 而且是進非法還為了博彩 但是在加州只要是任何的體育博弈 基本上也都是非法的 甚至他在說法的方面 也是兩日一變 當然讓大家覺得有非常多疑鬥跟疑點 那我其實蠻好奇想問亞里格斯 到底這件事情對大股鄉民會有影響嗎 因為我知道這個翻譯的位置 現在全球的翻譯圈很多人都在搶 的確我覺得一定會有影響的 那這一次水源一瓶其實這麼多年以來 他從2013年大股鄉民還在18歲 那個時候高中畢業進到日本職棒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水源一瓶是日本職棒火腿隊 那個時候洋將的一個翻譯 他那個時候就認識大股鄉民 然後2018年跟著大股鄉民一起來到了美國 那這六年時間他等於就是大股鄉民貼身翻譯 除了翻譯之外 其實我看過一篇文章 說到水源一瓶簡直就是扮演小叮噹 哆啦A夢這樣的一個角色 那從大股鄉民平常開車送大股鄉民去球場 然後到日常生活的一個起居照料 水源一瓶其實給他很大的幫助 而且只要有注意大股鄉民新聞的人 應該都可以看得出來 水源一瓶其實在翻譯這個角色上面 其實扮演是非常稱職的 但是這一次的這個新聞的確說實在的 那必須大股鄉民這邊必須要畫下停損點 因為他真的跨越那道紅線 因為美國這幾年其實不管是各項運動 籃球還有棒球還有美式足球 其實這兩年他們已經正式開放所謂的 運動博弈的一個合法化 那但是所謂的紅線是什麼 就是你從事這項運動的人 不可以去賭自己相關的這個運動 那水源一瓶說他沒有跨過這條紅線 他說他沒有賭棒球 他賭的都是國外的一些賽事 足球或者是籃球或者其他的一個比賽 但是事實是就是說 他陷入了賭博的這個醜聞當中 而且根據這兩天的報導 其實水源一瓶他是有所謂的一個 試賭成癮症 我們知道賭博其實說實在的 其實蠻害人的一項東西啦 那水源一瓶他年薪當然很高 我們剛才看到圖卡上面 他的年薪可能有到50萬到70萬美金 這已經是比美國一般的中產階級 可以說是兩三倍這樣的一個年薪了 但是他欠的賭債有多少 這兩天我們看到的新聞 光是大股強平戶頭裡面被轉出的錢 可能是超過了450萬美金 也就是說超過了1億5000萬台幣以上 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數字 可是這個新聞到目前為止還在進行當中嘛 我覺得可能真正的一個真相到底如何 還是要透過調查才會知道 但是大聯盟這兩天讓很多球迷感到 蠻奇怪的也就是 大聯盟已經是公開宣布 那調查的範圍並不會說去調查大股強平 那只會把整個調查整個事件是 針對在水源一瓶的他的一個身上 那如果大家有在關注啊 美國職棒新聞啊 就知道達比修有 那這一次跟著這個教師隊一起 在跟道奇隊啊 在南韓是打海外賽的 達比修有這位日本投手 其實在蠻多年前 大概10年前吧 他的弟弟達比修祥 也曾經因為運動牽堵 那那個時候 大聯盟是有對達比修有來做調查 當然後來的一個結果達比修有是無辜的 那可是這一次大聯盟主動宣布 調查不會涉及到大股強平身上 可是這兩天我們看到報了就是說 錢是從大股強平的戶頭轉出去的 也就是說如果大股強平被大聯盟調查的話 很有可能他會被當成所謂的一個 共犯的一個角色 其實這對於大股強平來說 是非常非常傷的一件事 因為他現在等於不僅僅是日本人 在整個大聯盟的一個門面當家的巨星 他也是整個大聯盟 他等於是全球性的一個巨星啊 他簽下了這樣7億 7億10年這樣的一個合約 而且他每年的一個代言 廣告代言費啊 聽說就是超過15到20家這樣的一個代言廠商 光是去年2023年 他匡靠代言的費用就賺了幾乎超過6000萬美金 那所以我覺得這一次這個的風波 前一陣子大家都在關心大股強平 他老婆田中貞梅子的東西 結果這些東西都是正面的 但是這一次這個負面新聞我覺得 會嚴重打擊到大股強平 其實我覺得他在整個大聯盟的行家 因為他到底這件事他有沒有涉入 他涉入有多深 因為現在對外的一個說法 就是好像要畫一個停損點 說大股強平對於隨意平跟他借錢 甚至偷他錢的這個東西 大股強平是完全不知情的 那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我覺得大股強平其實是某種程度是知情的 那現在只是看火 那燒到他身上會燒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覺得是蠻可惜的一件事 其實畫一個停損點 或許其實現在對大股強平是好的 跟長遠來看的話對他的形象 我個人認為反而是扣分的 因為如果他可以透過這個調查 讓他的形象算是洗白 不要說洗白 或是可以證明他清白的話 反而是好事 對 因為你想想看隨意平貼身翻譯 我們不算日本職棒那段時間 從他來到美國天使隊到齊隊 那這六年多以來 他等於是形影不離的兩個人 而且兩個人都是日語就是他們的母語 你說隨意平賭博賭運動的運彩 那大股強平會不知情嗎 其實這很難讓人信服 對的確喔 或許可能也影響到了大股在首爾之戰的 這個情緒啦 我們先來看到他在首爾的比賽畫面 切款風暴下大股強平照常出賽 週四晚間到齊隊在首爾系列開幕戰 第二度跟教室隊交手 觀眾席跟賽場是一樣星光翼翼 仔細看破將CP 孫憶貞 玄冰夫妻黨也來朝聖 他們正後方孔劉李棟旭身穿教室隊的球衣 李棟旭還揮了揮手 就連宋仲基也帶著愛妻來看球 網友讚嘆 這簡直就是神仙畫面 大明星也化身小球迷 此時盜旗隊先發投手 正是大股的日本同鄉山本遊生 這是他加盟盜旗隊出登板 沒有想到 投出一顆畜生球出師不力 亂流還沒結束 山本還有一次爆投一次保送 被打出四隻安打 山本才投了一局就失了五分 黯然退場 後來盜旗隊在二棒指定打擊 大股翔平敲出異安 外加高飛犧牲打下扳回氣勢 只是盜旗隊跟教室 雙方的防守都失靈了 演變成攻擊戰搶分 最後教室以15比11擊敗盜旗 我們也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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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尷尬的是 山本遊生可是拿到期史上最大筆 103億的台幣投手合約 吞下隊史123年來最慘的出登板記錄 賽季才剛開打 接下來可得加把勁 挑選中不到 好的確 山本遊生的確恐怕還是要加把勁 尤其他在春訓的時候 似乎狀態就沒有很好 還在調整當中 但是在首爾的比賽當中 他也是澤氏芬來到5分 是史上單局的 澤氏芬最多的日級投手 還有大股翔平 大家也非常關心 預計在2025年有機會 重新站上投手球 而且回到美國 就會進行階段性的投球訓練 我想要先請教雅里哥 你怎麼看這一次的首爾之價 還有山本遊生的表現呢 這一次的確是一個歷史性的海外賽 因為過去南韓從來沒有辦過大聯盟的一個海外賽 那這一次南韓 聽說啊 那光是付給到期的這樣的一個出場費全力金 就超過了120億的韓元 如果加上周邊的一個時速 交通還有飯店的一個費用 總花費 我看到的一個數字是150億韓元 這折合多少台幣 超過3億5000萬台幣 可是喔南韓這一次他們花了這麼多錢 他們還賺錢 因為這兩場比賽都是滿場 那當然講到比賽的一個內容 我們剛才看到了山本遊生真的很慘 昨天一場比賽 隊友幫他打了11分啊 他居然到期居然還贏不了 那這也是到期隊 從1999年這25年以來啊 第一次在得了超過10分以上的比賽 結果還贏不了球 你看棒球比賽得10分已經很多了 但是昨天最終比數是11比15 那到期輸球 那另外講到大谷翔平 你說有沒有受到水原一平的影響 絕對有 但是我覺得大谷翔平很敬業的就是 在這兩場比賽 大谷翔平都有敲出安打 而且不管是面對大學長打比球友 還有面對那昨天的Joe Monsgrove 他在連續兩場比賽都有敲出安打 而且大谷翔平都有貢獻打點 我個人覺得比較可惜的一點就是喔 在昨天第八局啊 那時候到期隊追到11比12 只差1分的時候 兩人出局 那時候三類友人 剛好輪到大谷的打擊 就要上來打第一球 很可惜 沒有能夠打出安打 那個時候他上來的時候 我們都還想說 哇這個時候如果大谷翔平 真的是英雄命的話 他打全雷打 那就是一場 又是逆轉再逆轉的一個比賽了 那很可惜 他沒有成為昨天那場比賽的英雄 到期隊跟教室隊 這是兩場海外賽啊 兩場比賽是各拿一勝 那當然三本遊生 我們剛才新聞也提到了 他拿上的 他拿的不僅是到期隊史最大投手合約 也是大聯盟有史以來 總金額最大最大的合約 12年3億2500萬美金 但是三本遊生 這位過去在日本 曾經拿過三次投手 最高容易擇村場的投手啊 那昨天的表現不如預期啊 昨天可以看得出來 教室隊的打者真的是有備而來 對於三本遊生拿手的一個只差球 都能夠選掉 而且光是僅僅一局的投球啊 他們昨天 教室隊打者 就讓三本遊生一局的用球數 達到了43球 昨天他43球裡面有23個好球 那20個壞球 等於說好壞球 將近1比1的比例 這在棒球比賽裡面 投手的這樣的一個控球 其實是不太及格的 拿這麼高的一個薪水 那只能說 三本遊生 昨天他直接講 這輸球是他的一個責任 那他也希望就是說 未來道齊隊回到美國之後啊 我們知道道齊隊回來 那他們主場的一個開幕戰 接下來馬上就要來面對紅雀隊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三本遊生 接下來好好調整 不要說哇讓人看扁 的確喔 其實這兩位球員 可能心情上 還有這個相關的配套上 也都需要調整一下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 恐怕還有一位球員 可能心情也受到影響 需要調整 就是林舒豪樂 因為他有足底筋膜炎 當然大家也非常關心他的傷勢 但是在治療的過程 還有影像出來說 竟然是使用靜脈雷射的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事後 他也被罰 競賽五場罰款15萬元 確定在今年是無法繳住MVP 他自己也發文章啊 就說在最困難的時候 去做最正確的事情 反倒是現在國王隊 新北國王隊非常尷尬 因為他們說他們不知道違反規定 也願意承擔所有的罰款 但是對整個球員的心情來說 我相信絕對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影響 那我想要請教 壓力哥怎麼看這件事情 林舒豪在去年就是回到台灣 來參加我們的一個直籃聯盟 去年還記得啊 就是他加盟的是高雄鋼鐵人隊 在僅僅幫鋼鐵人打了9場比賽 繳出MVP等級的一個表現 把所謂的這個鋼鐵人 從墊底的球隊幾乎要帶進到氣候賽 那今年他轉隊來到了新北國王 跟弟弟林舒偉聯手 大家對他抱有非常高的一個期待 的確在他的一個帶領之下 國王隊在今年開季也拉出了一波七連勝 而且在今年的東亞超級聯賽 也打進到了最後的四強 只不過林舒豪頻繁的一個出賽 那在整個賽季的一個前半段 林舒豪平均每一場比賽上場分鐘 上場時間是超過了33分鐘 對於已經35歲36歲林舒豪來講 這樣高強度的比賽 一定會造成身體上的一些傷病 那果然在去年年底 林舒豪就出現了所謂 足底筋膜炎的一個情況 使得他再進入到2024年之後 1月份2月份他只各出場了一場比賽 那當然對於林舒豪這個運動員 我們知道運動員都非常好勝的 他當然想要趕快回到場上 替自己的球隊做出貢獻 只不過我覺得國王隊這一次的一個做法 真的是我覺得有失職業球團的這樣的一個 因為你身為一個職業球團 你怎麼會不知道 靜脈雷射是違反這個 國際禁藥管制組織的這個相關規定的 那你說林舒豪不知道就算了 國王球團也不知道 而且還把他整個治療 製成官方的影片 放在自己官方的YT頻道 還被球迷發現 所以我們台灣已經發展了4年的 所謂的一個直男聯盟 我覺得很多職業 你要真正做到的Pro職業 真的還要好好的學習 對的確說到這個職業 那當然大家也很好奇的是T1聯盟當中 這個大巨蛋 過去我們講說打棒球 但現在其實T1也打進了大巨蛋 但是大家比較好奇的說 難道小巨蛋不能打嗎 那你這樣子放進大巨蛋的話 會不會影響到這個棒球的草皮呢 壓力哥 對在講到T1聯盟 在前兩天就是林舒豪那個新聞 當天他們說這個新聞 都被林舒豪新聞給蓋掉了 那當然這個台北戰神跟新北中信特工啊 他們要所謂的攻戰大巨蛋 那4月13號 4月14號兩天 原本在新莊體育館的比賽啊 兩隊現在要搬到台北大巨蛋打 我們知道台北大巨蛋 從去年亞錦賽啟用之後 現在是火當紅炸子機啊 不僅是大家 重化職棒真的要打 那直籃也要真的去打 聽說也要花很多的錢啊 在整個大巨蛋裡面 來蓋出一個標準的一個籃球場地 聽說可以容納一萬五千名的人啊 進去來看這場籃球賽 其實我個人是蠻期待的啦 就是如果能夠在台北大巨蛋打籃球 我覺得這也是對國內直籃 有正面的一個里程碑的一個意義 的確哦 棒球籃球也許有時候可以互相加成 互相拉抬也不錯 在今天也非常謝謝亞錦哥 來參與我們的聊體談 謝謝亞錦哥 謝謝志祺 謝謝大家